我去 就這樣去 真的 那種氣魄 人家還是活得好好的 沒有一個小孩子死掉 不但是這樣 在那邊都輝煌騰打 蘇者那個地方 有個奇蹟糊塗 那個說人家說 救人一命 盛造奇蹟糊塗 那等於是萬里長城的意思一樣 那個現在已經世界八大奇景之一 那種建築是到現在都給人去思維 當初的那種環境是怎麼造出來的 怎麼造出來的 當然你看 有此可見 當初能造的這個奇蹟糊塗 是不是表示當初的佛教 在印度尼西亞是非常興盛 是不是 應該是非常興盛 當然你看 多久的時間 現在在印度尼亞這個國家 普遍他們是以佛教當他們的國教 佛教這個奇怪就變成混賞 變成混賞 你看 你說你有多大 你看你有多大 所以說 主要你推行人政 只要你傳的這些倫理理智信這些 你能傳達下去 這些倫德的工作 這些思想你傳達下去 對的事情不一定一天成功 但是久而久之 我就引遞了羅馬帝國的羅馬教 和天主教的演變 還有印度尼西亞的回教和佛教 包括道場的前輩 當初在那麼惡劣的環境 他就事實地證明 在這些人的身上 都已經將自己身上 自己的行為基礎 修到符合人德的時候 自然而然 你的愛心 你的包容 你的顏量 你的愛人 你的博愛 這些你能 只要你的內心 以這個論點要來的普度眾生 你到哪裡去都會成功 這次我到美國去 美國的這些家人 不管是哪一主線的 說實在的 一聽到了 大家都會來坐一坐 因為出門在外 不像在台灣有時候說 大家都看多了 在外就沒有分 你哪一個公司 哪一個公司 只要是台灣來的 大家都會記起來坐在一起 一坐下去就會談論 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他們就帶了幾個 就像這些是一個政太太 然後帶了四個小孩 五個小孩這樣 廁所空前 就聽了一句話 開放兩個字 我去 就這樣去了 真的 那種氣魄 人家還是活得好好的 沒有一個小孩子死掉 不但是這樣 在那邊都會往騰打 另外就一個 他就比他在二十幾年 在二十幾年 就這樣 他當時也是這樣 聽了前輩的一句話 兩個夫婦就這樣氣了 就這樣氣了 他氣的時候就生了兩個小孩 兒子 醫學博士 兩個博士 還有經濟博士 太厲害了 聽說最近結婚 起了一個遼寧省 燕台那個地方的財團的 股票上市公司的女兒 因為那邊的女兒都是只有一個 就只有一個 哇 這個老丈 顯上好的女性 還是手要搶一點才可以 一談到有機會 因為這家公司在美國上市 是由這一個年輕人幫他輔導上市的 這種人有沒有頂尖 松博士 一個是醫學博士 一個是經濟博士 一個人就身上這兩個 他就是上天非常慈悲 給他的小孩子 在這裡就這麼的順利 女兒長得很漂亮 也是一樣 隨便讀都讀到博圖 那個數比較短 圖比較長一樣 就這樣 就在談了 談了 也過了二十幾年 過了二十幾年 在當初在那邊買的房屋 一起就買一個單年 他是四十幾萬 他四十幾萬的時候也沒有什麼錢 要出本之前剛好台灣有買一些股票 就把他賣一賣 那時候就賣到剛好四十萬 四十萬 買那個土地 買那些房是三十幾萬 還剩下七八萬就這樣整理 他說如果現在賣了那些股票 說剩下八萬那算給我聽 剩下八萬 你看 這樣一走到那邊去 他還是成功 所以真的是一支槽 一點路 禁止愛財 啟之有道 為了家庭 為了生活 奢侈債 賺錢是應該的 但是也不要不擇手段 只要不倫不育的事情 我們寧願不要拿它 你該擁有的福報還是會給你 你不擇手段的時候 左手進來 右手有時候會溜掉 會溜掉 所以重點是在台中 只要你是實行輪道 你到哪裡去 你都會通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